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处都有中国人 就是跟你机场check in 跟你讲中文 从那个坐上那个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上就有中国的空乘 一路跟你聊天北京话 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吗 对 就是什么会不会英语 畅通无阻 包括现在你像在这个澳洲新西兰 他们说了最早这个新西兰啊 是英文和日文 现在你去看中英文 到哪 日文被取代了 日文被取消了 这东西太方便了 现在在出国包括购物 我觉得真的是语言不是问题了 你说还说他们讨厌 他们是对我们有看法 但是呢 他们方方面面都在帮我们考虑着呢 没见过这样的金主 是吧 你怎么样 你去了也花了不少 当然 不是我先别说我 我现在说澳洲 我给你说澳洲 我我们来看看这个 你瞧瞧 这是中国人在澳洲啊 买的这个豪责 这是房子啊 豪宅啊 当然你以为是什么呀 我以为是什么社区图书馆 社区会堂 这是个豪宅 然后广州地产商 周泽荣3.2亿 买下澳大利亚最贵豪柴 3.2亿 你看 这是当地的报纸 说什么 如果没有中国人 澳洲活不下去 这是一个开发商 在澳洲 中国开发商 在澳洲27年的开发商 他说中国人买断了 澳大利亚的 豪宅跟豪车 豪宅和豪车 你再看下边 这个你看 这是那个代购 细尼某药房内代购 走私贩们大聚集 就是说 哎呀抢啊 他打起来没有 资源掠夺者什么的 不要钱 就是豪家这帮人 你知道现在很多代购的 然后你想 就是感觉中国人 钱就不当回事 然后你再看下边 以至于 澳洲的阿德莱德 正在海边竖起一座 南海观音 18米高的观音像 他是去年12月 通过23个集装箱 从中国运地澳洲的 政府盘算着 希望这个耗资100万的 南半球 独一无二的观音 独一无二的巨型观音 可以让阿德莱德 打开中国的旅游市场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真正的南海观音 没错 南海观音 真是 我上南半球 北斗星都看不见了 只有南十字星 只有南十字星 真正的南海观音 哎呦 你说咱们中国人 该自豪还是该自卑呢 真是 而且你知道我我现在就是说 你包括日本那个店 咱们男的就不懂 我进去了一猛子 我就发现啊 药庄店 你听说过吗 知道日本的卖 有点像日本的屈臣室 那样的地方 对 你弄不清 就是日本人 他能发明出那么多的 就是很复杂 你说他是医院吗 生成能治 各能有治胃病的 有治这个的 我也不相信 这是正经的药吗 那那那治痘痘的 什么擦了嘴唇就能怎么样的 那个各种 有那些女的就买疯了 不但自己买 就是帮着这个七大姑 八大姨的就买 日本是特别多这种小商品 比如说 什么西装外套专用的羽衣 它都分类了 然后有一种羽鞋 是套在皮鞋上 怎么样 反正他各种事都想的很细致 本来就叫套鞋 就是最早就叫套鞋套鞋 就是下雨天穿的鞋 我小时候不懂 我还为什么叫套鞋呢 没错 原来最早就是套在皮鞋上的鞋 对 他发明各种款式 然后他这种药妆店 有特别都针对女孩子美容 身体需要各种东西 安排的很细致 对 所以很多人喜欢去日本买 这些东西 那所以他那个药妆店 大的药妆店 总是会有一个专柜 是专门有一个说中国话的 来给你收钱 而另外还一个专柜 专门办退税 然后现场办退税 排的一长六也全是中国人 我们是不是海外华人也迎来了春天 就是澳洲是一个很看不懂的一个地方 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 文涛介绍的叫以霞 以霞 讲什么东西都可以 说的很小 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呢 我到停车场 那我就突发气象了 我想这技术要推广了的话 将来停车场就好办了 所以的车开来呢 啪一说就放得很很小了嘛 对就全放下了嘛 然后呢 那何必说呢 那我们大家都说小不就好了吗 那个世界地方就大了吗 但仔细想没用啊 澳洲只有两千万人 跟上海这么多 跟深圳香港这么多 地方比中国小不了太多 所以其实等于人在澳洲 等于是就人变成小小人这样 空间多大 但是一点没用 他们人性照样挤在悉尼跟墨尔本 四中性照样塞车 停车费逼年五月还贵 这没用啊 我就在想到 就算我们现在有个机器 把人类 大家都说到只有这么大的话 这么大的人还是挤在一堆 他们不去别的地方 因为澳洲中间那一块 Outback真的不太好用 都是沙漠或者是旷野 真的是有点问题 但是我在想就是 中国人现在常去澳洲 常去新西兰 也另一方面 其实是有社会问题的 就澳洲本来这个地方 跟新西兰还好点 我觉得澳洲本来就有一个 种族歧视的历史 曾经有一段 它过去曾经有过白澳政策 我们知道 那么现在当然它的大城市 墨尔本悉尼 已经很国际化 各国人种都有 各国吃的也有 可是它始终还有一些 非常保守的白人 偶尔你会隔几 每一年好像都听到这样的消息 就比如说谁在地铁上 一个普通一个白人 忽然骂了中国人 怎么样 这种歧视的消息 是偶尔会出现 那现在中国游客去 就我常常担心 这方面会不会有冲突呢 你有感觉吗 好像我觉得新西兰 我感觉不到 他们有些人讲这个澳洲 就是说那个洋人 实际心里也是挺 有些洋人 还对华人是挺看不惯的 但是你看不惯归看不惯 这就像是27年的房地产商说的 就是你现在澳洲的经济 实际上现在据说澳洲 对华人买房 都有一些好像制约的 这么一些措施 因为它不能容忍 你侵犯了本地居民的生活的利益 房价一下子就上来了 但是还是被他们广泛注意 这个注意里边 真的你也说不清楚 是可能一种什么情绪 在悉尼我们坐船 他们就一定会特别指出 某一栋房子 是谁谁谁买的 然后像一个风景点一样 告诉我们谁谁谁谁 你看我给你们讲 这个一些数据 就是来访数据显示 从2009年到2014年 中国对外房地产投资总额 已经从6亿美元升到150亿美元 其中2014年 澳大利亚成为新目标市场 投入资本超过30亿美元 你看中国买家创下澳大利亚历史上 单套房屋最高成交价格的这个记录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如果以澳元来计算 细尼的房价在过去三年间 飙涨了43%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的数据啊 2008年到2014年 中国人对海外房地产投资 你知道增长了多少倍 这在几年呢 6年吧 增长了200多倍 投资总额300多亿美元 然后2014年 中国海外的房地产投资激增啊 超过165多亿美元的总量 首度超过国内投资额 这中国人呢 海外房地产的这个投资额呀 2014年超过了国内的投资额 嗯 这可以思议吗 这个 什么叫国内的投资额 我不懂了 这他这说的 2014年 国内买房子不会吧 2014年 澳洲人在澳洲 哦 哦 他可能指的是本国的 对对对 就是他超过了澳洲人 自己在澳洲买房子的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奇怪 因为其实 呃 中国人比较喜欢买房子 澳洲人跟美国人 当然也不是不买 但是没有我们那么热衷 就我们有钱 就喜欢把钱弄 赶快投入到房地产市场 他们不一定会这样 中国人呢 现在对房子这么好感的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自从97年 就我们这个房地产政策改变 到现在啊 97年 07年 已经差 还不到20年吧 一路再向上 嗯 只是爬山的坡度略有变化 但是还没有往下走过 所以中国人基本上 股票是尝到有味道了 嗯 房子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 主要财产都是房子 嗯 而且他们都是一个好事情 第二 中国拥有房子的成本 第一啊 没不像美国要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pipity tax 对不对 财产税 美国你要你要 你要 我我知道美国 我有亲戚 他们买了个房子 你要保佑这个房子 就就像一个人工一样 这样支出 中国有很多人 真的三四五六套 他那个 他不住出去也没关系 他要保持他的成本低 那么因此大家 再加上传统的中国人 这个油瓦遮头 土地这个概念 所以出去是 是很正常 但出去以后 他要碰到当地的法令 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办了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比以美国 我知道啊 每个州的税都不一样的 对 是 每个州 而且他们的基本概念是 你买了房子 你人得在那里生活 嗯 你得住这个房子 那你就划得来 你要不住的话 你就放在那里 等他增值 因为他的增值 没有中国这么快啊 对 美国 甚至可能不增值 这个中国的 现在的房子 全看着香港 现在是香港模式 推广到中国 对 但是到别的国家 他未必升得这么快 税有很多 租出去 又很多麻烦 他们的租客的权利很高 对 所以 单纯比呢 是非常简单的 你现在看 纽约时报很恶劣 他专门有一个栏 说 就是比方说 100万美金 在美国能买什么样的房子 这根本不是新闻吧 100万美金就相当于我们600万 600多万人民币 600多万人民币 现在北京四环内很多大爷都拍拍 就随便拍得出的了 然后他就给你展示在美国的福利达 这个房子是怎么样 纽约怎么样 休斯顿这个房子怎么样 那你看完了以后 你就觉得 哇 哇 这是真的 他们尤其只要不在纽约就金山 你在一般美国的州 你北京四环边上的一个公寓 可以换他们一个mension 就换他们一个花园 很多四个洗手间 五个洗手间 多少个房子 这个是的 所以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一家 阿诚告诉我 我说这个LA贵的地方 来了这个台湾跟中国的访客 一带 带进来 人人都要准备讨价还借的吗 只有中国来的人说 公导啊 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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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有一土豪 就在网上 在网上看了十分钟一个照片 就买了澳洲一别墅 你想想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花园独立的 而且是那种老房子 而且你能买到那种老房子 而且美东还不一样 美东还不一样 而且人家还有阳光 空气 这家伙 你看我在新西兰南岛拍几张照片 你瞧 这雪山 你看这个湖泊 这是南岛 这又是你第几故乡了 再看下面 就是 你看这个空气之好 这是两个鸟 双头鸟 你再看下边 真的双头鸟 你看这个云 这个新西兰的名字 过去的意思 有一个意思叫长白云 长白云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南岛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就是说 这次我也 怪不得顾城也喜欢那地方 我还真就没去 人家有人说了 说那个激流岛 说是这个让人家顾城的家人平静一些吧 中国游客现在都把那当成个点儿 去了之后 好像都想去见见人家什么家里 什么人呢 什么的 但是我是说这个 你就是这个 在奥克兰这个买房子 我也打听了一下这个房市 真的挺有意思 就是他这个外国的这个人呢 对自己的房子特别用心 往往比如说 他们是那样 要是一对老夫妻姥姥 他的房子都是自己收拾的 所以你买下来 很多你自己直接就可以住 而且那个花园呢 你知道那个那个那个花园 你知道欧洲弄欧洲的园林风格 跟咱们那个道法自然不一样 那都跟刚从发廊出来的时期一样 那树修剪的 法国式的花园 对对对 整整齐齐 人家这个外国人其实很用心 整天的修剪的 用心啊 然后实际是可能他到老了呀 他伺候不动了 他往往选择把他的这个卖了 然后呢 去买一个公寓 他们这个养老方式也有意思 他去住一个公寓 公寓可能就有保安 生活方便 生活方便有照顾 面积小一点 他自己也没那么累 没那么累 然后我看在那里中国人竟换房子 很容易 你知道吗 你看房子是一个享受 就是你一看就是上一任的这个房主啊 哎呦 把这个房子弄的那叫精致的呀 就是连那个厨房 一个那个那个抹布 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特别用心思的一个选择 所以有的老夫妻就把房子卖给你 临走的时候抱着你抱头痛哭一通 其实一个人把自己心爱的房子卖给下面这个人啊 这个夏家啊 要是不喜欢的话 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 你要考究夏家的文化气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但有时候有的人真会这样想 而且你说我现在有一感觉就是 中国人在那儿啊 没有什么异国他乡的感觉 甚至你不会英文 哎我真觉得就是说 我好像十几年前我到外边去 包括去马来西亚呀 去美国呀 我接触到那儿的华人呢 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已经到了异国他乡 而且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因为你比如说在洛杉矶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说这个洛杉矶这里的华人呢 他们讲的这个话呀 有点不一样的 普通话呀 有他们一种独特的味儿 也不是台湾的味儿 台湾大陆有点混合 台湾大陆有分有他们自己一个 香港 加点香港 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味儿 你要到新西兰去 好家伙 就跟国内一样啊 东北口的 最新的 新大陆 真的就是新的 新客 就是新的 但所以你从这就说到买房子的另一点 就其实我们买房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 为了要移民 移民 就是要移民嘛 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说的这么多事儿 其实 所有事情都可以反过来讲 你比如说你看到比华丽三的房子 两百万美金 阿诚说那个故事 那个公道啊 公道 并不是比华丽三的房子价格公道 而是国内的房子太贵了 同样的 你比如说跑去日本买药 不是因为日本的药太好了 所以我们的药 你觉得有点信不过 那么同样的 为什么老跑到外面买房子 或者干件事儿 那就是因为想离开中国 或者是为侄女安排离开中国 或者是你将来打算在中国赚够钱了 再离开中国 就这么简单 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反过来 表示出的 其实是个我在看很大的问题 每次中国出去狂买东西也好 买房子也好 搞件事儿 他都在对自己的生存环境 自己现在这个国家 其实是在投一个不信任票 用脚投票 这是用脚投票 真的是他 我现在真觉得 就说咱们这个伟大祖国呀 应该注意点这个问题了 就说我们好像 称霸全球了感觉 对吧 可是称霸全球了呢 你都具体 谁说称霸全球 没有吗 他们跟我说不都称霸全球了吗 咱们永不称霸吗 我指的是 咱们的经济对吧 咱们的这个经济也没有了 人均GDP还是很低的 这得等于办一份新环球时报来鼓吹这个场法 人均GDP好像世界一百位差不多这样 能这么说吧 就让全球为之侧目 因为最近比较爆发 你觉得这样来说 侧目这个词很有意思 对对对 他侧目 他表示侧目是什么感觉 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让他们从侧目到正式 啊 侧的要正过来是 不是 我就真的 侧目正式都有不同的意思 就是我认为伟大祖国应该设法 就下一步啊 就是咱们已经很牛了 但下一步应该搞清楚一个什么问题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很多年前出国 我觉得国外的东西啊 是比中国的东西好 但是他也比中国的东西贵 可是现在呢 还是比中国的东西好 可是比中国的东西便宜 这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 房子也比你便宜 对吗 吃的也很便宜 蔬菜 哎呀 他们说的去那个超市 弄那个三文鱼 我跟你说不用去饭馆吃 自己回家吃 那个鱼肉之 这新鲜呢 还比你北京便宜多少倍 你说 哎 但是我们就是爱国 就是不离开 哎 我不会离开 就是北京 我不断的问过北京的人 还不说你新西兰澳大利亚了 北京的房价 是武汉 什么这个青岛 就是包括你十家庄的四五六倍吧 嗯 就是说你在北京很熬很熬住几十平方的人 你只要把这个房子卖了 你到一个二三线城市 就可以住两百三百平方 你可以找到同样的工作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有没有一点想过 你们这么挤在这里这么苦 塞车这么累 开一个小车就北京的生活抱怨 你们都知道吗 那为什么不 同样事情 比方说现在叫你去武汉 去长江出版社 你为什么一定要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因为不去长 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资 有比长江出版社高五倍吗 不可能的嘛 哎 就是不走啊 这真是奇怪 是不是北京机会多呀 各种的比较中心的都在 你比如 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对天安门广场的热爱这样 对你说就是机会多 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 天安门广场 你再热爱 你也不能老去那逛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北京不走啊 一个是因为他没有条件 没条件的就不要说了 你根本走不了 对吧 你要注意到有条件的 至少现在出现了这个趋势 就是凡是有条件 在外边买房子 可以有一个点的 很多人都在尝试这样做 即便他们不这样做 他们可以经让他们的孩子 都到外国留学了 为什么某些地段在澳洲 在新西兰房子格外贵呢 因为离好学校近 他们都是为了让他们 孩子上学过去是英国美国 现在天上这个澳洲 实际新西兰也输出教育 是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是这种所谓的离学校近的 他是英语世界 就是英语世界嘛 那你要想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潮流 或者他的这个趋势 他在北京待着很多人 他还得在北京挣钱呢 你你你真到了那边 谁给你钱 到那边在北京挣钱 到那边花钱 对 这是这是以前几十年前的移民 跟现在的新移民的最大的区别 以前到旧金山也好 到什么地方也好 是出去赚钱 扎根 对 卖房子 然后小孩在买 把钱再寄回来 然后钱寄回来 回来探亲带一丝喇叭 乡亲们都羡慕的 现在不同了 现在这批新移民 他们买的房子 钱是人民币兑换过去 对 钱是这里赚的 不管有的是贪腐 有的是劳动所得 有的是房价增值 称上了中国发展的这辆快车 但是他这个钱 不是在新西兰赚的 不是在澳洲赚的 他根本就是我们中国的钱 到那里去买房子 所以一下子就能买下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多鸡贼呀 你这个真是就说故土难离 是因为这有money 你对吗 他这他就多鸡贼呀 自己住要住最好的地方 世界上最好的空气 最好的零幕 最好阳光 但钱要在你的中 对 那个时候讲过 我记得80年代人家讲过一句话 钱呢 是要到美国赚 用呢 最好在中国用 因为那个时候 在中国能用 现在倒过来了 现在钱要在中国赚 用到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去用 那中国既然这么好赚钱 为什么还有很多假冒伪劣商品 或者说 所以中国赚钱 因为 因为假冒伪劣商品 在中国 这我以前还写过的 很多通常 你的问题提的好 对 因为你们说你在国外 你要做很多工业生产很困难 不只是人工高的问题 当你环保标准很高 新西兰空气那么好 各种东西那么好 是有代价的 代价就是你工业成本会非常高 但是在中国 比如说我到二三线省份内陆地方 弄个工厂 我见过一些 我真的认识一些朋友 是从那些癌症村来的 他就说 比如说一个加工厂来了 在地方一盖 天天闻着那谷味 他爸爸就癌症 他全家都癌症了 我真的认识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后来要找那个老板 没了 不负责了 跑了 然后那个老板 原来就移民到澳洲去了 所以 你知道 新西兰有个华人跟我讲 新西兰呢 在几十年前 也是世界发达国家 现在落后了 但是因为什么 这个国家大部分地方不开发呀 他就是大片的原始森林 他就要保护 甚至于就影响到 说三十年前 美国 他本来是美国保护他 他跟美国是盟友 但是著名的事情 美国核潜艇 要在你这儿停 新西兰就是拒绝 拒绝 然后就好像跟美国关系 有所疏远 但是哪怕你不保护我 我要实现我这个理念 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你新西兰现在落后 你那么多没开发的资源 为什么不开发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都保护都不开发 所以你看 钱在中国能赚着 中国开发嘛 你赚的钱再到那里 感谢你